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找到气管,用刀片在气管上开了一个小孔,把鼻管插进去,让钉钱帮忙按压女孩心脏 他通过鼻管往女孩肺液里吹气 女孩发出一阵剧烈咳嗽,从气管里喷出了带着血沫的粘液 这口气暂时算是缓过来了 钉钱已经提前给120拨打了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急救车带着强量的笛声飞驰到慧禅寺 医生们抬着担架赶来,把女孩送上车赶往急救中心 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女孩这条命算是抢回来了 特案组的人,亲情队的人听到消息前后脚赶到医院 看见急救室门外一幕奇特的场面 两个男人,一个手拿手墙,一个戴人手铐 坐在一起默契地抽着烟 杜志勋再敬明,眼前情形也是看不懂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钉钱说 你先让郭荣荣把他手铐解开 我再跟你详细说 大家一开始还以为乌云飞是凶手 作案时被钉钱抓住了呢 钉钱一开口就把大家给搞懵了 等钉钱讲述完经过,大家更是唏嘘不已 虽然凶手没有抓住,不管怎么样被害人是救活了 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同时乌云飞的杀人嫌疑也被解除了 虽然他一开始是最像凶手 甚至丁钱这个圈套也是为抓他而设计的 结果他却有了最充分的无罪证明 证明人就是丁钱自己 丁钱问杜志勋有没有什么进展 杜志勋说 灰禅寺我们都搜查过来 那几个和尚也审过了 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这个寺院分前后院 中间有院墙隔着 我怀疑凶手更可能是熟悉环境的人 直到后院无人直接把安琪绑架到那里作案 我也这样想 杜志勋的目光瞟了一眼 坐在远处的乌云飞 郭荣荣说 乌云飞也到第三中学 本来我们一直怀疑他就是凶手 现在看来 反而是身体看似虚弱的陈申 嫌疑对他 你们要他的新的作案证据了吗 他失踪了 失踪了 你们联系他家里人了吗 刚联系过 他父母都说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 不排除包庇的嫌疑 我会申请搜查令的 不管怎么样 即使是未成年犯了这么大的案子 也必须抓不到案 丁钱露出暧昧的笑意 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他家人会尽全力保护他的 到时候你的压力小不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总要远站出来维护正义的 好吧 我精神上支持你勇于对抗权贵 赵瀚 刘飞那边了 他现在正在跟刑警队检查凶手 一路在现场的几样凶器 希望他能找到指纹 或者是有用的作案线索 正说着 安琪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赶来了 迫不及待地找医生问安琪情况 医生说 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脸上和身体下面都缝满了针线 耳朵也被定树钉定定出来 我们医生再给他拆卸这些东西 安琪奶奶一听就吓昏过去了 父母也跟着垂胸断足 安琪爷爷是平江中心医院的医把院长 相对镇定一些 他跟丁钱有过一面之时 此时也顾不上什么领导身份了 拉尔丁钱非要问事情的经过 他想知道 到底是谁敢下手伤害他的宝贝孙女 丁钱迫于无奈说 有可能是沉神 老头子愣了愣就说 我怎么听这个声音有点耳熟呢 郭荣荣插嘴说 就是在你们医院刚做完心脏医师那小子 是他 安院长一下就傻了 好半天仰天长叹 造孽呀 真是造孽呀 命是抢救过来了 但女孩的伤势 足足折腾了医生们好几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凌晨 总算把凶手缝合的女孩五官和下体的线和定树钉 完全拆下来了 这些粘着血迹的东西 密密麻麻放了一个个拓盘 女孩那张原本精致的脸蛋 已经肿得像馒头 布满了细密的针眼 看着就让人揪心 麻药劲过了之后 女孩疼醒了 发出带着啰气的呻吟 她的亲人围在床边跟着抹眼泪 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 无论谁跟她说话 她都不吱声 目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杜志勋怼丁钳说 要不然你是什么 这个女孩对我们很重要 她要是能记住凶手的长相 哪怕能表述出凶手的体貌特征也好 丁钳走进急救室 郭荣荣还穿着在学校那身红裙子 坐在床边向女孩拍着胸脯保证 你不用怕 有我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我不是你同学 我是警察卧底 知不知道 我可厉害着呢 你告诉我 是谁把你成成这样的 你说出来 我替你报仇 把那个欺负你的人 打得满地找牙 爹妈不认识 女孩就好像根本没瞧见她 依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郭荣荣急得抓耳挠腮 就听有人在身后说道 你想要什么 我就有什么 她一扭头 看见丁钳搓着两只手 张开左手掌 右手指着掌心 给安琪看 然后攥住左手 右手食指轻轻一敲 念念有词就说 阿拉米达 妈咪呼妈咪呼 我来一把送 念完左手张开 还是什么也没有 郭荣荣心说 这家伙干什么呀 又要装神通鬼吗 丁钳忽然 右手张开 掌心拖着一朵大红花 安琪总归是个孩子 不由自主地 瞪大了眼睛瞧着 想要吗 不过我可不能给你 我只有一朵花 丁钳很小气地 把红花扣在两只手里 揉一揉再打开 两只手掌 各托着一只 一模一样的大红花 丁钳把一朵花 递给安琪 我现在有两个了 给你一个吧 安琪虚弱的小脸上 站出一丝笑容 伸出一只小手去接 郭荣荣一旁吃惊地看着 别说 这个大叔还真有两下子呀 不对 他手里两朵红花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他忽然叫起来 喂 这是从我裙子上揪的吧 丁钳拿花堵住郭荣荣的嘴 满脸堆笑地 对安琪说道 我还能帮你把这个姐姐变美 你信不信 郭荣荣大呼笑叫 喂 你别胡来啊 我才不要变美呢 安琪哥哥地笑了 情绪比刚才好了很多 丁钳看时机差不多了 轻轻按住安琪一只小手 看着她的大眼睛 温和又笃定地说道 这只是一个梦 有点吓人的梦 其实梦醒了 就不害怕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